好啦 iPhone 全系列新的材質的保護殼 全色系還有其他的矽膠跟透明殼 我現在全部都上手了 實際開箱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材質 它的觸感它的顏色怎麼樣吧 這個中文叫做什麼精緻斜紋保護殼 那這殼就是再來取代 所有的皮革殼的這個材質 不只是在手機殼 它們連在錶帶上面的皮質錶帶 也用這個材質去取代它 那我把所有的全色系都買下來 看大家今年如果再挑選 想要找這個皮革殼的替代品的時候 看看哪幾個比較適合你 我們也實際上手看看它的觸感 還有它這個護紋上面的這些 有沒有跟先前皮革起來比較起來差別在哪裡 那同時我們這邊有今年的這個矽膠殼 我買一個15 Plus 一個15 Pro Max 的 然後這個是搭配經典鈦合金的顏色 那當然還有蘋果今年的透明保護殼 我也一起買了 那我們就直接切入重點了 就來開這個今年新的這個 Fine Woven 精緻斜紋保護殼 鈦合金的這個顏色 這個應該是要配鈦色的 這種淺棕色的顏色 那這次它合開的方式很簡單 至少在這個斜紋保護殼上面 它是直接沒有貼紙就可以直接拉開來 失敗 直接拉開來 好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處 這其實很明顯 直接看它就是不是皮革的材質 那看起來就是不紋的材質 它也是這樣講 那我就試考說有沒有必要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你不用真皮要環保什麼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是不是有其他人造皮的取代品 市面上也很多 但那個質感也做得很好 為什麼一定要完全跳脫 連假的皮人工皮都不能去使用它 我不知道這個想法是什麼 然後這個看起來就真的有點 你側面去看它有點像那種就是布啦 那有點那種絨布感 那你去碰它的時候 這種細細的觸紋 這個感覺 然後側面的話就是用這種 這應該算是 TPU還是塑膠吧 它不算太軟 它雖然是可以有點彎曲感 可是它不是像矽膠殼這麼軟 然後重點就是它側面的這個單顆按鍵 功能性按鍵 那這個殼是Pro Max的 所以當然它就變成這個功能性按鍵 就沒有開孔了 其它的細節的話 鏡頭凸起程度看起來也沒有算太多 那這次他們在這個長焦鏡頭 用這種鏡頭的結構 導致它其實也不用凸起來太多的這個程度 我覺得這個很難取代皮革殼 就我們喜歡皮革殼的那個手感 我覺得非常難 好啦 全色系上手 我本來呢是只要選一個顏色或兩個顏色 但今年這個是新的材質 那很多人想要試試看 嘗試這個新的材質 取代先前的皮革殼的話 可能會想知道全色系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剛剛有看了這個棕色嘛 那首先先講黑色 它黑色的話是有一點 它不是算很黑 它有點深 深鐵灰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換成這個材質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這個材質左右邊框相接的地方 它一定會有一個條紋出來 而且它兩個不同材質的 顯示出來的樣子非常明顯 所以像先前皮革殼 那種整體包覆的那種感覺 整個殼很一致性的那種風格 這次在這殼上面是已經完全沒有了 按鈕上面 按鈕看起來也是應該是金屬的 然後呢我其實也有一個朋友 他也有上手了 他有先買一個 那他跟我說這個材質 這布的材質你放進口袋 會沾那一些小毛屑出來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說他先前不喜歡 西膠殼就是這個原因 他都買皮革 那現在變成這個材質 是還好 還是我口袋太乾淨 目前看起來是還好 喔有一點點一點灰塵 會蠻難弄 因為他這個布會有點吸在上面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藍色 深藍色 那這個應該就是要搭配 對今年藍色的那一款 所出的顏色 那他側面也是這個金屬的按鈕 其實你這樣一個光影的一個交叉 你就可以看到他布面跟他側面 TPU或塑膠的這個材質 色差算蠻明顯的 側面跟正面的色差還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整體殼 展現出來的質感 我覺得差蠻多的 因為至少矽膠殼是一體的 然後新的皮革殼也是一體的 這個綠的 這墨綠色我覺得算蠻好看 算不錯 墨綠色 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他裡面的材質 他後面背面還是有這種絨布 那他側面就沒有 側面就是這個塑膠的材質 那你鈦合金其實也不用擔心 他會去有太多痕跡或什麼 然後這全部當然都有MagSafe 這我剛弄一弄上面 就有一些灰塵紋路在上面 有一點點 對馬上就沾一點點灰塵在上面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不太好弄掉 然後這個是酒紅色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顏色我就覺得還好 而且我不知道這個顏色今天要配什麼 配黑色配白色 配太合金顏色這個肯定不好看 不太知道為什麼出這個顏色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的顏色大家覺得怎麼樣 全色系上手 老實說這個如果不是要開箱的話 今天應該是如果我現場去摸到這個 我去看一看我可能今年是不會買這個殼 那皮革殼的話我們上次在直播有介紹 就是我們發表會直播 UNIU他們有出這種人工皮革 對所以我就說你要環保 你有很多取代性的材質 對不對這種人工羊皮 你觸感又好 然後整個設計又是一體式的這種設計 就你還是有辦法像以前的殼那樣 以前原廠的殼那樣做得很好看 但是取代的材質是比較環保的材質 我覺得這個都還是做得到 看像這個紫色也是很漂亮 這是UNIU的 那我覺得他們可能也沒有先算到說 蘋果今年會沒有皮革殼 那UNIU的這個應該會賣得滿好的 因為取代新的產品嘛 然後同時裡面有MagSafe 黑色灰色還有紫色 我們來跟這個原廠的比一下 UNIU這個邊框 鏡頭框是用金屬 原廠這個應該是塑膠的 那側面的按鍵的話 看起來就還滿像的 好UNIU也是先堵 它一定是功能鍵 先把它做上去 那我們到時候再來裝上去看看 看看整個吻合度怎麼樣 OK 再來我們來開箱今年的矽膠殼好了 大家應該比較想看矽膠殼 那我們來開這個粉紅色 然後它的矽膠殼後面的開法 你就必須要用這個貼紙 把它撕開 拉開來 抽出來 這個很淡雅 可是蘋果的矽膠殼 材質大致上都是這樣子啊 不過這次它旁邊這個紋路 結合的紋路滿明顯的 其實我也滿久沒有用蘋果的矽膠殼 所以不知道說是不是每一代 一面看不出來紋路 一面很明顯 良力於問題囉 然後矽膠殼的話 矽膠殼就不太一樣 內部的地方 背後是絨布 它側面絨布有轉進來包到側面 上面也有 下面沒有 好馬上來開這個 Promax的矽膠殼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喔對 Promax的 靜音鍵的 扭就沒了 孔就沒了 它就是一個單顆的按鈕 這一個的話 側面的接痕也 也是在同一面很明顯 喔這個兩面都還滿明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 那再來就是這個透明殼 那這支透明殼是Promax的 那我要看它旁邊的按鈕 是不是像先前那樣子 像先前它的音量鍵的按鈕 我很不喜歡那個暗感 那蘋果透明殼 我一直很喜歡上面這個 鍍膜跟觸感 真的是非常棒 那先前有一個滿大的問題 就是在用Promax的時候 因為它側面是不鏽鋼亮面的 所以指紋什麼卡在側面 非常的明顯 那個是讓我先前 有時候用蘋果透明殼 比較不喜歡的一點 然後上一代的透明殼 它的公差 應該說殼在裡面 這個鬆動的感覺很明顯 那一點我也是在上一代不太喜歡 它每一代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側邊的這個單顆功能鍵按鈕 看起來會滿不好按 它做的材質跟先前音量鍵一樣 那這個先前一直是 我覺得對蘋果透明殼 最不喜歡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音量鍵的按鈕 那現在連這功能按鈕 也變成這樣單顆按鈕 又多一個難按的東西在上面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透明殼我喜歡它的 這個觸感自動修復的塗層 品質是非常好 保護性還好 下面就沒有擋起來 有時候會敲到這個螢幕 這個就比較擔心 那UNIU他們也有出透明殼 而且他們透明殼是滿特別的 上次我跟大家分享過 UNIU的透明殼 他們這一次有這個 抗UV的這個材質在它的四周 所以你用UV燈去照的時候 或是說你在外面紫外線去照的時候 它邊框是會變色 他們透明殼上面有給你霧面背板的選擇 那那個也是讓我覺得觸感很好 那這個差別就是你這些壓硬指紋 你看現在指紋馬上就出來 霧面基本上看不出來 除非你真的很髒的一滴東西在上面 不然平常這種指紋手印 在霧面的背板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好壞啦 你要取捨 你要亮的這種晶透 還是你要霧面的那種磨砂的手感 UNIU那個是可以讓你去選擇 好那今天就是很快開箱這些 上手這些殼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開箱的重點就是他們這個新的材質的殼 我沒有很喜歡 應該有很多其他材質可以去選 那如果你做成布的整體做的很一致性的話 沒有這種色差 沒有這種兩個材質的這種縫隙的話 我覺得或許我們可以去嘗試看看 但是我覺得單以外觀設計來講 這個就是並沒有進步也沒有加分的一個選擇 大家如果有想去買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些顏色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到時候想要我實際裝上去的時候 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的話 也可以先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屏服力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